大家好 時間又到了 中午吃飯了沒有啊 唐啟陽談心事 跟你一起就是吃中飯 聊聊新作優 那今天的主題是什麼呢 我們今天的主題不是這兩個蛋糕 鏡頭沒有招到蛋糕 那就還好 有啦有蛋糕啦 這是我們待會馬上要端出來 招待嘉賓的甜點 什麼嘉賓這麼厲害 我一開始就把甜點給端出來了 那各位你們不要流口水 你們就先吃好你們的便當 待會你們可以去買個甜點來吃一吃 那今天的主題是 女人 不該委屈自己 我們已經聽到巫婆般的笑聲 那個就是不委屈自己的戴如姐 其實我今天是來吃甜點的啦 我相信 其實我深深的了解在你的心裡 甜點是比嘉賓來的重要 No 嘉賓比較重要 嘉賓比較重要 因為我跟淡如姐是老朋友了 對 而且她一定要加那個姐字有沒有 就因為我只大三個月就一定要加個姐 沒有那是淨語 沒關係啦我本來就是姐 淡如妳還好嗎最近 最近我該怎麼說呢 日子就這樣過啦 沒有我跟你講我們的製作單位非常用心啦 她就寫了妳的資料給我 上面就寫說 月亮在巨蟹座幾度 然後太陽在什麼什麼幾度 精心的 結果寫錯了 對 所以因為妳對我的命盤很熟悉 我們兩個那麼熟 所以我一直想說奇怪 那唐老師最近是已經改變了方向嗎 為什麼我 他這次給我批的命盤跟以前不太一樣呢 No 當然不是 而且妳對我研究得很清楚 妳根本記在腦裡對不對 不是不是 因為妳的行為非常符合妳的月亮星座 真的嗎 首先她淡如姐的月亮星座 沒關係啦淡如是 雙子的最後一度29度 通常我覺得如果一顆星 月亮在雙子 一顆星當進雙子或出去雙子一度 或者是29度都非常厲害 什麼厲害 也就是極度的那個星座 比如說妳就會極度的雙子 對 我其實內心裡面徹底兩個人 我想妳也明白 非常嚴重 非常嚴重的兩個人的分化 其實如果心理學可以研究我的話 我應該是有那種雙面性格的人 所以除了雙面性格 其實我個人覺得很多人都有 自己認為的雙面性格 但是妳的雙子還有分明顯在哪裡呢 第一個妳是作家 後來妳又變成理財專家 主持女人要有錢拍賣 然後房地產方面妳也很在行 就是儼然是一個商人來著 可是我很知道 真的是在我心裡有兩種聲音 一種要永遠要回家當文青跟種菜 另外一種就是要去馬上奔騰 去獵殺什麼東西的 OK OK 很符合妳的天蠍加雙子 然後那個雙子還有一馬星動 所以停不下腳步 你知道嗎 因為我有淡如的私人臉書 我動不動就看到 她又考上什麼咖啡師執照 然後一下又是什麼畫畫也畫到出一 半個畫展 然後那個學攝影 學到去出一本攝影的書 我個人覺得這是完全是雙子在作祟 對 興趣廣泛 妳這樣我閒下來 我其實是非常非常無聊 所以每個人常常看到 其實我也覺得我做的事其實算很少 我基本上還算蠻閒的 然後可是很多人就跟我說 妳這樣怎麼做得來 那樣怎麼做得來 我心裡想說奇怪 妳們擔憂些什麼呢 我怎麼不能一直在家裡 沒事吃東西得憂鬱症吧 不會 吃東西怎麼會得憂鬱症 會啊 真的會 我們的差別只是月亮不一樣而已 為什麼差這麼多 但是她真的想說 連我婆婆都會跟我說 淡如啊 夠了就好啦 那在家裡好好相夫教子 我心裡在想說 可是這樣我會發瘋 妳兒子也不太會高興啊 哪會 然後就跟她說 媽妳不用擔心不用擔心 我很好 我閒得要死 妳哪有閒得要死 我真的很閒 不是妳剩下的空前是 妳還寫出一本書來 真的搞很久妳知道嗎 幾年 對 其實老實說 小說非常不好介紹 所以我們今天就不用講裡面的內容 但是我寫得很認真 我寫了大概 其實我十年才出了一本書 這個講的就是 其實這是一個雙子座的故事 雙子加天蠍的故事 那這是妳啊 對 她寫的是一對姐妹 她們因為被迫 比如說 就是妳的小孩加我的小孩 再打我們的小孩 那她等於是兩個 再組合家庭的一對姐妹 然後個性完全不一樣 那一個就是很理性 什麼都在那邊看看 看老半天 然後看到說自己喜歡男人 不管妳怎麼努力 都被人家搶走了 然後另外一個女生是說 我成績也念得不好啊 但是我很浪漫啊 我也很可愛啊 只要我想要的東西 或我想要的人 我不擇手段一定拿到它 但我也沒有惡意啊 我只是想要而已 那這兩個人就一直一直在爭戰 就一直在吵架 吵到彼此的命運都很坎坷 然後後來當然 因為個性不同 對 就是 其實後來我覺得 我在想的就是個性不同嘛 這個姐姐就會說 其實我後來才發現 我一直看妳不順眼的原因 是因為妳老是做我心裡想做 但我卻做不到的事 你看 這很心理學的角度切入 是啊 我其實很愛寫這個心理學 所以她其實是羨慕這個人 然後可是她因為做不到 反而會用破壞的方式去面對她 對 然後妹妹會覺得說 妳覺得我淫蕩 那是從妳的角度看我 從我的角度而言 我過得很好呀 小說真的不好介紹 對 因為我覺得故事情節應該會更好 但是我覺得淡如姐妳很會下標題 妳的每一本療癒書 尤其我覺得妳是初代的愛情專家 兩性專家 妳寫的每一個標題都會打到我們的心 包括這本小說 這本小說的標題是 各自辜負的那些年 對啊 不知道為什麼 隨便兩個女的坐在這裡 想一想都會有一些感觸 我們都辜負過那些年 其實妳只要不要 我靜靜的看著這個標題 我把它看進心裡 各自辜負的那些年 每個女生眼淚都會掉下來 我說真的 對 尤其我們這些辜負的年 是比較多的那種 天蠍 不要這樣講喔 妳至少上岸了喔 妳有老公喔 妳有小孩喔 但我有很多年還是辜負的 妳辜負人還人家辜負妳 其實大部分我比較幸運 都是我辜負別人 那妳雙子湯太強了啦 討厭 我覺得我這種人是 就是我被辜負我也不願意承認 妳知道嗎 就是傷痕已經痊癒的話 打點好我自己還是可以上路 不願意承認說 我有被別人辜負的那一段 我會覺得說忘記忘記就算了 沒錯 那代表妳很正能量 對 有些人老是記得被辜負 那是因為 不是因為他被辜負的特別多 我覺得那個是個人認知問題 而是他不能忘記自己 被辜負或受傷害那一段 你看戴如姐妳真的很厲害耶 怎樣 妳想起誰 可是沒有 我想起了妳的老公是天蠍座 對 妳是天蠍座妳嫁給天蠍座的老公 來 大家都想問同星座相處起來 怎麼樣啊 真的不是說很好 什麼叫離婚 沒有 不是很好沒有要離婚喔 那好 萬一沒有 連相處起來 連已經不能相處了才要離婚 等一下等一下 因為我們都說同星座的人 彼此特別 因為都知道對方的套路是什麼 對 這是妳覺得 而且不能改 都不願意改 對 妳不讓我也不讓 知道但不能改 對 這好像妳的套路 妳也是天蠍的嘛 其實我跟天蠍的朋友 我老實講 我特別合 但是個性真的都迥然不同 那我們只要站在一個 我不用改妳 比如說我不要勸妳 借掉甜點這件事情 還有 妳不要來改我 妳不要覺得我太忙 讓妳看到眼花這件事 對 那我們就會相安無事 是 婚姻不是如此嗎 就好我老公是個理工男 我千萬不要去改他 是 然後不要讓他猜 不要叫他當妳肚子裡的灰蟲 真的相處 我朋友說真的 因為每次我都會直接了當跟他說 是 現在我的意思是A B C 否則我問他說 現在請問幾點 他會說 12點35分28秒 我想說 哇塞見鬼了 妳為什麼要說那麼詳細呢 妳的人生 是可以不要那麼精確嗎 那妳不要改他 是 忘記就算了 沒錯沒錯 沒有真的很好聊 所以但如 見到我的時候 不是給我減肥藥 他是給了我一盒蛋糕 對 就是投其所好 我們大家可以活下去 對 對 但我改了 妳下次要給我減肥藥 其實這世界上沒有真正的減肥藥 也對啦 我們現在要吃的是酵素 其實也沒有用 你可以像 有用啦 有用妳不要打破我的神話 沒辦法真的沒有用 妳已經 我們從10年前就開始討論這個問題了 10年前 淡如就帶我去健身房 我們那個時候 在那個健身club裡面的游泳池 溫泉池 我們曾經一起泡過澡呢 對 我看過妳的裸體啊 唉唷 其實妳那時候還好嗎 妳那時候很瘦 對 我現在有過胖的傾向 就是濃淺和渡 才敢跟你泡澡啊 現在有沒有 妳真的要問一個牽蠍豬 妳現在有沒有過胖 妳覺得妳要說過妳的問題嗎 我是過胖嗎 妳想怎樣 因為我看過妳很完美的時候 妳那時候只有50多公斤 是的 對不對 所以那時候妳還敢跟我們泡溫泉 然後我們兩個就在那個坦承相見 然後那個當時還叫唐立騎 她就一邊泡溫泉 一邊講一個她喜歡的一個情人 就這樣 ちょっと待って 那個時候我還在講情人 但是淡如已經進入那種 想要努力好好打拚 那個時候妳還開始主持節目 剛沒多久 妳記憶力真的很糟 那時候我已經主持10年了 只是沒紅好不好 好好好 對不起 原來妳已經主持20年了 只是後面這10年比較厲害 就是後來跟那個謝鎮武律師 對不對 真的 那時候我們兩個在演一個舞台劇 她也剛好演我妹妹 13年了 對 這麼久了 那時候我就覺得自己很老 沒想到有多活性 就更老了 對 怎麼辦 那時候我記得我在演一個 年華老劇的女人 然後那個 可是妳的生活跟她是完全不一樣 妳是個成功者 然後妳就告訴我成功之道 真的嗎 那真的 妳在講男朋友 我在講成功之道 是 我兩個真的聊不來 你看 所以我們的生命就就此分開兩條路 所以天天座沒有很好相處 不會啊 妳現在紅得像妳身上的衣服一樣 有 我們都很紅 好 那個時候我還在戀愛煩惱 然後淡如就跟我說 妹妹 妳要認真賺錢 像我 我現在就是要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接下來我從 我後來 因為妳忙得不得了 我就是看到一路上 妳又投資房地產 然後又開始賺大錢 拿名牌包 我拜託 後來都是這種新聞好不好 妳婆姬包比我大很多 是誰都那種新聞還上了封面 不然我還沒看到呢 我很節儉很低調 每天騎著U-bike上菜市場買菜 那妳講 真的 我有這個部分 是 我的人生有這個想種菜 和去當過平凡生活的部分 有有妳很會做菜 妳還有一鍋燉肉給我 對 對 好好吃喔 因為妳每天都在下面留言流口水啊 哈哈哈哈 因為它有一陣子 你有一陣子 天天做菜 對 我一個人把它K掉 對 我就是一邊燉牛肉 每天都在做菜 我心裡想說 我的人生好像活得有點無聊 所以我後來才去 再去念書啊 對 因為我覺得我這樣一直 無聊的在家裡燉菜 是不是對的 唉 我還是繼續吃好了 因為講到 現在妳的投資已經 遍及海內外 我就很汗顏 沒有沒有 那都是江湖上的誤傳 來 我們現在要解剖它對吧 是的 各位這兩個甜點很厲害喔 這個是優格藍莓 藍莓優格 然後這個是無糖的 我待會兒來嚐嚐看 可是它看起來蠻有滋味 那這個呢 這個是抹茶紅豆 非常日式公共 那這個給妳 我覺得 我跟妳講 無糖的不好吃 什麼 我都可以喔 我知道 因為我知道妳喜歡 比較豐盛的熱量 才會有一種國泰民安的感覺 妳不行啊 我如果是妳老公 我會被妳養很肥耶 妳怎麼知道 我老公就覺得我是個壞人 妳已經把他養肥了嗎 對 他就說 他每次說 媽媽我這個肚子會不會太大 我說 是 有一點啦 然後他就會說 我要減肥 然後我就繼續說 來燉牛肉先吃一鍋 我說真的 妳這個很厲害 因為天蠍男 如果太帥的話會自戀 自戀的話 說不定會鬧出什麼事情來 其實我老公不帥 但他已經很自戀了 他很帥 還好 來來來 真的 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我切得多厲害啊 我還準備了大理石的盤子 妳切得比我大快很多耶 妳怎麼這樣 我們要切四分之一 哇 裡面還有爆漿 有有有 有 那紅豆呢 對 我怎麼沒看到紅豆 紅豆 在這裡 紅豆在這裡 紅豆也變成綠的了 對對對 是抹茶醬 來 我來吃一口 我覺得這個蛋糕正治正確 都是綠的 好吃好吃 好 而且不會太甜 真的 我吃起來一點罪惡感都沒有 不會太甜嗎 我來評鑑一下 來 你的不會太甜跟那個 還可以 對不對 而且這個抹茶不會給我一種 說會不會放太多的感覺 剛剛好 妳有沒有覺得台灣人在評鑑一個甜點好不好吃 第一個讚美膠不會太甜 對耶 對喔 我很喜歡研究這種無聊的事情 所以你看我有多忙 妳真的很無聊耶 那日本人呢 日本人是比較甜的嗎 日本人吃的東西 我覺得他們沒有很甜 他們也是清淡口味 所以台系吃甜點跟日系比較像 那哪裡的是特別甜的 美國 英國 對 還有我問妳那種棒蛋糕 或者是那種 妳吃得下去嗎 吃不下 真的吃不下 我都覺得說 試怎樣糖不要錢喔 而且他們已經 美國是很多胖子 英國是還好 為什麼英國也這麼甜啊 因為他們地鐵要走比較遠的路 美國都開車 你看我連這個都有研究 真的耶 妳在問我 妳在問我對氣泡噪的問題 所以我永遠有我自己一套說法 那如果聽別人說我會不太高興 我都會自己去歸納很多原因跟結論 比如說唐麗琪為什麼 唐啟洋為什麼受歡迎 為什麼 妳真的想問這個問題嗎 對啊 我想問 因為妳說的是受歡迎 因為它讓我們覺得 我要講實話嘛 你說 它讓我們覺得怎樣都沒關係 比如說 比如說 不管胖瘦都一樣紅啊 OK 然後比如說 道士 對 它就是 它講話其實蠻狠毒的 哪有 但是 但是那個一針見血 就是天蠍座之特色 對不對 那個就是大家 我們想要做到 但做不到的地方 哪有 妳比我一針見血好不好 好啦我錯了 妳很犀利好不好 我覺得妳就是太一針見血了 然後妳也不會去遮掩它 妳很希望把那個訊息給大家知道 真的 不過妳的書比妳的人溫和的感覺 其實真的嗎 妳的療癒系的文章很好看啊 我有這麼難看朋友嗎 不會 妳的人會讓人家有一種 見到妳應該會被妳看完 看穿 真的 然後別人就會怕 我現在是要跟你一樣 我要戴瞳孔放大片 我已經想很久了 這很正常 真的 真的 因為我後來發現我的眼神 有時候過度的淋漓 然後別人會怕 但我不是故意的 我從小就這樣 其實我覺得天蠍座的眼睛很像貓咪 對 貓咪的眼睛有的人會怕喔 因為在太陽光底下就會一條線 對 看起來就非常的邪惡的感覺 可是事實上貓咪在室內 燈光昏暗的時候 是整個佔滿眼眶的 然後呢 所以瞳孔放大片 它就是貓咪在室內的樣子 所以我為了改慾 應該要帶瞳孔放大片 其實我覺得 她的確改了我的慾 不是 我覺得 瞳孔放大片 讓妳年輕的十歲 有齁 這又是妳的實話 這也是我覺得的秘訣 對 妳看 看那個螢幕 看起來像不像梅少米 還好啦 沒有老公就是有這個好處 我怎麼覺得全國的家庭主婦都被批評 讓我來想一下 應該要怎麼樣的反擊 對 沒有 家庭主婦是偉大的 因為我跟妳講 有老公很累 非常累 台灣做過一個統計 就是 對幸福與不幸福 對於已婚與未婚男女的差別 後來發現對女人而言 其實全世界都一樣 沒有差別 未婚女子比已婚女子來得快樂 然後呢 那個已婚男人比未婚男人來得快樂 因為女生付出了 對 我們不斷地一直都在付出 所以我覺得 很多人越來越不想結婚是有原因的 但是這個也會促使人口下降 然後下一代的那個越來越少 少子化 這個是宏觀嘛 但是從個人而言 也許是你找不到你覺得 適合的真相 真真配得上你的 對 有可能 尤其是你這種人 哪有 我就算看上了一個阿里布達的男生 他還不見得覺得是他的幸運好不好 沒有 不久你會開始嫌別人 他好討厭喔 他永遠因爭見邪 剛剛很設立 然後後來你就開始覺得說 其實沒有那麼好 而且我告訴你 我一個人比較好 姊姊這個時間越縮越短 現在的女生都這樣 對 可能剛開始你還可以撐三個月喔 對 三個月我再配合你演出 你好像有點俗氣 你好像有點low 你怎麼沒有我想像中那麼聰明 你知道為什麼嗎 這是自然的真相 因為我們的命 所餘的日子沒有很多 你就不想再浪費越多的時間 在不是真的很適合你的人身上 真的耶 所以這是必然的 所以一個女人過了30歲之後 戀愛一定越談越短 如果越談越長 那就他傻了 是不是 以前一個人 你還在 因為你已經有經驗了 長跑了七八年沒有結果 你現在一想想說 哎呀怎麼又走回這條老路 那我還是趕快結束吧 何必大家互相浪費呢 所以這是對的 我要吃你的藍莓優格 請吃 其實我的比較甜 真的嗎 你看它是無糖的耶 它是那個店主人熬的果醬 這家店 你認為果醬不是糖嗎 我們平常先講 水果熬的 對 可是那個沒有糖的 不是糖 這個糖 但它有別的糖 然後果醬的過程中也需要糖呢 這一家叫Sugar Mist 它就是有Sugar Sugar小姐 它在那個國父紀念館麥當勞後面 你真的是適合介紹甜點的大使 真的嗎 真的 這個甜點就叫豆腐鹽 所以他們這一次特別就是送了兩塊來給我品嘗 我覺得還不錯 如果你有幾個好朋友喝下午茶可以點這個 所以你可以那個網拍嗎 網拍 因為我一直吃嗎 對 不 我的意思是說 你還是有挑的 好的 好的 剛剛講到那個已婚的女人 最近有一個網路影片 飆向溫昂 因為有一首王力宏的歌飆向北方嘛 對不對 然後就有很多人改編 因為這首歌滿有意思的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女人的心聲 還有已婚老公的心聲 飆向溫昂 別問我這些 回家就躺在沙發 忍不住著狂 我飆向溫昂 家事越棒越忙 老丁口口給情歌 只為了抓藥 那人說他家娘家拍了一堆照 男的看看老友 那人說他想起了以前未婚生活多麼自由 那人失去了衝動 不像從前四處旅遊 那人為了孩子為了先生為家庭而活 他坐在電腦 千個家的公務網 夜店開口五車內陪他放肚子都顯示 昂塞和埋頭數著零錢 還算著今日花費晚飯 在買與不買之間 我卻放他白眼 不聽也不響 不敢回頭 跟他眼神 立下了婚約 要做負責人的男人 剩下了兒子女兒 都快完成 就算再不買 失望也不說離婚 全開了房門 看著最愛我的女人 輩子不寒冷 夢裡還用把我離婚 哪一個夢幻想丟住 讓我送大神 你說呢 我表想問啊 別動我出發 看著會不會的家座 站不住兩腳 我表想問啊 假扮心以為常 本家睡覺像是人 在淚湊下 問候殘酷真相 他講的其實是真理啊 是 對 所以我們這種未婚族 覺得好安慰喔 還好沒有走進去 不是我們走不進去 知道嗎 各自有各自的悲哀 所以你要知道為什麼 而且我們都在羨慕別人 就是生活在他方 我們羨慕的是 我們現在不是的那個狀態 但是這絕對不是你的生活 我覺得 也差不多啊 就放假 睡覺睡覺 差不多啊 然後你像他陪小孩說 我都有在陪 都有在陪 就在看手機有沒有 但是 但是你看開了嘛 你覺得你不要改變他 對 那你 我跟你講會有不滿的 都是看不開的 對 我覺得你不要去控制別人 我們都自己這麼不可控的 還要控制別人 不是很慘嗎 對不對 所以就 我覺得真正的婚姻生活 就是接受現況 那 淡如 你是一個成功的 成功的案例就是 你走進了家庭 可是你沒有失去自我 那我想 我很難失去自我 我知道 這是我的問題 我問你 那很多女人走進去 就失去自我 你覺得問題在哪裡 我也不知道他們問題在哪裡 因為 我覺得其實 應該也不是老公規定的吧 要不要失去都在於你自己 而且我覺得不要失去自我 很重要 因為你老公愛的是那樣的你 走進家庭也會很忙 你說我如果 而且女生是比較忙的那一個 對 我覺得我老公也很忙 他真的也是加班 加到快抓狂 半夜常常 我跟他們做工業電腦的 十點回家 早上七點就出去 晚上十點回家 很正常 可是女生的忙不一樣 我們還要挺出肚子 懷胎十個月 跟帶小孩 懷胎十個月後來 我發現是小事 後面伸出來要帶 但是你後來 其實撐住家的 男人都以為他有在賺錢養腳 但撐住家的永遠是女人 沒錯 或者你看我的 我老公是學理工的 燈泡應該他比較會修 壞了十天 真的如果不是我去修 他一定不會看到 沒錯 所以女生會變成了 這個實相全能 可是我一直覺得 所謂人生的時間管理是這樣 我無論怎樣 我其實為家庭付出也很多 但是我不喜歡失去自己 因為我變成一個神經病 而且我會去嚇老公 就是說今天我什麼事都不幹的話 你在家遇到一個瘋脖子 你覺得你人生過得很好嗎 沒有啊 其實有時候 比我現在去上海讀書 我覺得我離開的時候 我老公雖然有時候 會很感性地說 這個家還是有你比較好 因為我知道他帶小孩 也會帶得很煩 但是 你就不能想說 他是很愛你嗎 沒有 但是我很知道 當我離開去讀書 我鬆了一口氣 他也鬆了一口氣 這就是婚姻 大家可以維持的原因 因為我們各自在自己 夢想的路上 然後我們兩個做到最好 就是說 我不太牽托他的決定 他也不會把他牽托 我做什麼 有我的獨立判斷 很好啊 是 讓老婆有自我 你不是也比較輕鬆嗎 老婆被你關在家裡 到時候他的怨氣就會衝變 而且有些男人的智慧 也沒有辦法 可以領導到老婆的自我 你總是一針戒血 這樣太毒了嗎 不過還好 已經有男人娶你了 沒有關係 其實我也覺得他很可憐 為什麼 而且我記得淡如結婚的時候 我就問他說 你怎麼那麼忽然就結婚了 而且這個人其實你認識了很久 好 因為他是最不會妨害我的 你確定他是一個不會阻礙你的人 不會 我覺得他這個個性好 我很少稱讚老公 但這個個性很好 你那個時候還說了另外一個理由 真的嗎 我們私底下交談你不要講 私底下淡如說 他為什麼會結婚呢 因為他想阻斷別人追他 你有這樣說 你說那個時候爛桃花很多 煩死了 你讓我想一下 真的真的 你是這樣講的 我覺得我那時候不瞭解自己 事實上我為什麼會結婚是因為 除了他沒有別人追我 亂講 以前我自尊心太強 我現在跟你坦誠我錯了 真的是沒有人追啊 沒有沒有沒有 我其實覺得你那個時候 這個理由還蠻有說服力的 因為你那個時候有很多飯局 然後也蠻多 就是你做一個單身 你覺得那些人靠近你的理由 你希望是工作上的靠近 結果他們很可能 又有男女的感情的靠近 所以你覺得很煩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覺得 哇 你是一個事業型的女性 我真的忘了我說過這種話 你真的說過這種話 真的 可是後來我覺得我 我現在聽到這種話 我覺得我好像在臭美 亂講 真的啦 你那時候要結婚的話 你一抓一抓吧 其實你追我的人真的不多 從頭到尾都很少 少來 好 那戴如我們來講一下星座 我們有一個星座調查 不能沒有男人的 女人 五個星座 我們來看 Tapai 第五名 天蠍座 是喔 我們沒有男人不行嗎 我覺得有也不錯啦 是是是 重點在於決定用什麼方法來證明自己 說真的 如果我們的證明自己是希望有一個男朋友 然後彰顯我非常的有身價 然後我是有人愛的 因為可能就會不能沒有男人吧 因為天蠍女能力都很強 只要願意用在自己身上 成就都很驚人 但有些天蠍女情願把能力 用在另外一半身上 讓另一半的成就 以肯定來證明自己的價值 也證明自己是值得被愛的 其實這種有點白做工 我跟你講我前半生有一段時間 是在白做工 我讓幾個人的事業成功了 然後你知道嗎 只要有天蠍女輔助 我常常會說天蠍女是非常有幫扶運的 我願意輔助她 她一定會成功 因為我們是不打沒有勝算的仗 對 所以我們一定會打勝仗 然後幫她盤算得好好的 但是我輔助的那個人是母羊座 她一上位以後 可能雜誌也來採訪她了 這是我30歲以前的事情 雜誌也來採訪她 她也覺得自己是大哥 而且那個時候唱片業很夯 她就在那個行業裡 她開始覺得 我可以弄一個女子團體 然後我要把他們 再開一個舞蹈教室 訓練他們成為十項全能 又會唱又會跳 我說你要訓練他們 你找老師來 你幹嘛開一個舞蹈教室 她說給你經營啊 你不是很會嗎 然後她就幻想 她的娛樂版圖要弄得多大 然後那個時候 差點變老闆娘 已經 那個時候已經是了 就是我在管錢 然後開始就吸引很多人 這個也想進她的公司 那個也叫她一聲大哥 然後她就開始做一些很虛華的事情 都在花錢 然後也幻想說 我先進一個1000萬的機器 我說你那個400萬的都還沒有還完 就我會去盤算嘛 然後 原來你會算 我曾經會算 因為我們輔佐別人的時候 對 我很怕幫別人賠錢 對 我們輔佐別人比自己過日子聰明 對 沒錯 真的 所以不能沒有男人的天蠍座 我覺得是不能沒有這個舞台的 後來那個男的破產了沒 你離開之後 我就知道你現在一定是要告訴我這個 復仇性 你好聰明 我沒有復仇 我告訴你我離開他的時候 我是難過的 因為我知道 他後來知道他過得不好 心裡在想說 就是沒有我吧 我講的都對的吧 沒錯 而且很快 半年就看到結果了 沒錯 因為他在我離開之後 他就去開了一個舞蹈教室 他去租了一個地方 他去裝潢他 然後接下來就一敗塗地 因為他還不起 其實我跟你一樣 我常常講這種很烏鴉的話 但是我後來因為 你知道人活久了 時算如果久穩的話 你看到的 你就會越來越相信自己預測的未來 有時候人家告訴我他要這樣做 我就跟他說 你將來倒了 你不要 不要告訴我 你當成後 我沒有聽我的勸告 可是我後來 那個每一句話都有中 就如果你把人生很多 我們轉過的地雷都踩片 你一定不會成功的 其實淡如我覺得 活到這把年紀 一個天線如果還願意對人家講難聽的話 我都覺得是好心 表示 以我的個性 我想你也差不多 就是說我今天如果還對你講話還蠻難聽 就一針見血的時候 我有告訴過你 那就表示我是很誠懇的在跟你講話 那如果我可以講說你好棒喔 太好了 你想怎樣就怎樣吧 我跟你講 我其實是懶得講 對 好吧 我們機車的時候 就是你還有救的時候 沒錯 是這個意思 好 我們來看第四名 不難沒有男人的女人 第四名射手座 為什麼我想到小貞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重點就在於膽大還是膽小 講得很對喔 誰講話比較刺啊 明明就是你 來 射手女非常害怕孤單 真的 真的 孤單會讓他們覺得迷失了方向 在茫茫宇宙間快要消失滅頂 所以內心深處會很依賴那個 他想依賴或讓他可依賴的人 而且射手女多半膽子不大 就算面對大場面面不改色 或敢高空彈跳的也是一樣 因為她的膽小是顯現在細節上面 所以他們因為自己膽小 很需要人身辦理 真的 因為我認識好幾個射手女 都是這個樣子 你知道你在講小貞嗎 不只小貞 我還認識另外一個 他即便就是已經看衰了他的老公 他已經看衰了喔 譬如說也破產了 也幹嘛了 然後可是他還是覺得 不行我不能 這個位置不能沒有人 老公的那個位置上要有人 這個人就算是虛幻的 就是他已經不作用了 無作為了 失敗了 但是有一個人在 他覺得人生路上不孤單 就是他也不願意換人 對不對 對 這個我不是很理解 因為如果是天蠍座 那他愛他 真的 你覺得是愛 我覺得那是愛 這真愛嘛 你一無所有的時候 還留在你旁邊的是真愛 所以你有時候 沒有 那是天蠍座 那是天蠍座 真的嗎 我覺得射手座真的是膽小 就不願意離開 害怕接受未知 就這樣而已 他後來跟我講了一句經典的話 他說等到哪一天我想不開 我就離開他了 他居然用想不開來形容 或者是他其實要講的是他更強壯 OK 這是射手女 所以其實我覺得射手的認舉 忍耐度為什麼會那麼寬 是他自己的感受問題 好 我們來看第三名 水瓶座 來 重點在於是務實型的 還是虛幻型的 水瓶女多半個性是偏向冷靜旁觀 但內心深處有一座火山 等待別人平息 負責任的務實型會把自己 會等到自己把自己搞清楚的那一天 或遇到懂他包容他的人出現 再順理成章進入愛情 那另外一種水瓶女 則需要藉由一次又一次的戀愛碰撞 才能清楚自己是否存在愛與被需要 這個問題就嚴重了 所以後者這種不理性型的 需要用行為去碰撞的 他就會變成不能沒有男朋友 我滿怕這種的 我滿怕動不動一定要產生什麼 暗交跟火花 水花的 才叫做戀愛的 而且這種水瓶女 妳叫不行 而且水瓶女她們 欸 我又想到一個人了 莉莉小鎮的莉莉 妳怎麼這麼清楚她是水瓶座 她就是水瓶座 因為她有來過以前那個 開運鑑定團的節目 所以我連她的命盤都有 就是到了幾十歲都還在談戀愛 是的 還是要水生活 然後為了戀愛 什麼都怕別人眼光 就是談戀愛是不顧別人眼光 是的 不顧別人眼光 所以妳就可以知道說 她不但去撞那個暗交 她還撞最大的 比如說社會輿論不能接受的 Range超寬的 那許小姐呢 許小姐是射手座 妳看 妳都知道 她是第二名 許小姐是 真有默契 很有默契 所以她才會一個一個老公換 然後那個老公明明就是來圖她錢 她還是覺得沒關係有一個人在 我看得好累 而且我覺得這種人自信心很堅強 就跟很多男生80歲 旁邊砍著25歲的 他們還想說她是愛上我的人 不是愛上我的錢 哇 好偉大 我跟你講 這些人家裡一定沒有鏡子 對 對不起 兩個偏偏座真的好壞喔 其實一輩子一直想要追求所謂的真愛 而且把每一段都看成真愛 也是人生的一種不成熟啊 是吧 也是一種年輕 對 牛保年輕的心 妳現在如果遇到一個男生25歲 然後全身都是肌肉 長得像飛輪海這樣子 然後來追妳 妳會想什麼 妳要禿我的錢啊 或妳在想什麼 妳還好嗎 妳要不要認我做乾媽就好了 我說真的啊 跟她走出去我也不好意思啊 別人會對我指指點點 其實我的想法還一樣 而且有時候 我很多朋友 現在就在妳知道嗎 就跟他們在一起的 就是小她20歲 真的蠻多的 真的嗎 女生嗎 女生 然後他們沾沾自喜 我心裡想說 這個平常聊天要怎麼聊啊 很難聊喔 她什麼星座呢 妳這個朋友 大部分是雙魚的 雙魚座 雙魚座 她很喜歡炫耀那種小男友 那可是這種雙魚背影 應該是背影殺手喔 他們通常會煉魚家 然後讓自己保持得很年輕 雙魚座 雙魚座超會保持年輕的 其實雙子也不 真的喔 我說的沒錯吧 她60歲 可是背影看起來 也像30幾歲 沒錯沒錯 她就是60 教了個30歲的是怎樣 其實我覺得她也是 能夠自我欺騙 她把這個能力用在自我欺騙上 如果其實人一輩子這樣 一直在這個狂風爛蝶中追逐 如果這樣一直到終點 也沒什麼不好 但不是我渴望的就是 我們來看第二名 第一名 居然沒有雙魚 我覺得不準 但是我們一定就是不止 好第二名牡羊 是否一定要成為焦點 我覺得牡羊座 喜歡成為焦點的牡羊女 絕對會很用力的證明自己的存在 事業心強的 會把心力展現在能力不輸男人上 經過不讓虛眉 然後樂在其中 然後有一款牡羊 很懂得挑逗男生 她的浩強表現在 沒有她要不到的男生上 OK 她等於把男生當成是 她競爭的一個收穫 我戰鬥力夠不夠強 就是我能不能征服她 因為蠻佩服這種人的 牡羊女這一款的我見過 我真的見過 但是第一款就是浩強的 經過不讓虛眉的 我也見過 那就是阿狼 阿狼最近有一個舞台劇 她很多舞台劇 她最近有一個什麼 我妻我母我丈母娘 快要演出了 然後她在裡面 我去看過她的戲 她是一個很忙碌的人 她可能又導戲 又演戲 又做行政這樣子 可是她那個戲就是 演得超好 超流暢的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有一種 因為我跟她是同學 我也上台演過戲 我們兩個不是就是 因為演一出戲才好的嗎 對 我們就演了一個舞台劇 姐姐妳知道嗎 那個對我來說是很大的挑戰 因為我從大學畢業以後 我經常做一款惡夢 就是我在後台 然後我等一下就要上台 但我不知道我的台詞是什麼 我完全忘記 親愛的你那時候很瘦 我現在在跟你講我的惡夢 你不要變成我新的惡夢 那是你身材最好的時候 是 我那個時候剛減完肥 然後那個也有健身 所以身材很健美 然後才敢演戲啊 才敢上台啊 我們再來演一出吧 欸好啊 演那個各自辜負的那些年 欸好啊 你演放蕩的那一個 我演理性的那個 對 滿足你的幻想 我可能會演不好 哎呀不會的 我挑戰喔 我了解你 因為我一定都不挑戰 你是戲劇科班出身 你一定很好的 其實你內心裡的靈魂 比我放蕩得多 喂 哈哈哈哈 你看我們兩個一邊泡溫泉 然後坦誠相對 我在講事業 他在講男人 哈哈哈哈 他講的人我根本沒見過 他講那麼開心 唉唷 不是我就把你當兩性專家 想問你問題啊 對 有什麼 你的書那麼多本 不是我有時候我在想說 這個星座專家 怎麼會有那麼多兩性問題 自己算一算不就好了嗎 我後來終於知道了 他就是讓我成就成一代宗師的 一個必經過程 哈哈哈哈 真的真的 你不經過寒澈谷 你怎麼會有梅花鋪鼻香呢 怎麼會這麼老派這樣 哈哈哈哈 好好不要講 現在就知道我們幾歲 是的 好那說到牡羊做很會挑逗男生的 這件事情 我是真的也見識過 我見識過一個貴婦型的母羊 她老公事業有成 非常的 又長得很帥 又有錢 你看看 然後這個母羊呢 生了三個孩子 可是呢 我告訴你 她把自己打理得非常好 然後依然保持優雅 以及她的老公還是很愛她 照理說她生了三個孩子 一個不小心就會變黃臉婆了 但是她告訴我說 No 你要把自己當公主經營 所以她到現在還是個公主 然後她到現在還說 我告訴你我們大學就認識了 大學四年我沒承認過她 意思就是她在大學的時候 這個男生苦苦追求她 她還是一副愛離不離的樣子 她一直保持這種姿態 可是她老公就吃她這一套 所以她就把她老公抓得死死了 超級厲害 你講的完全沒有錯 如果你今天跪著一個男人說 你踢我咬我啊 你吐我口水都沒關係 就是不要離開我 誰會把你當公主看啊 沒錯 你自己都踩在地下了 沒有 可是這些被踩在地下的人 他會覺得誰會為你做到這麼多 而且被踩在地下的人 心裡還會想說 我已經都對你這麼好了 你為什麼沒有把我當成寶貝 沒有 當你全部繳械投降時 沒有人要把你當成寶貝的 所以 不用犧牲太多啦 沒有意義 可是你知道每一個人在犧牲的時候 他一定是依著自己的本性 比如說他覺得我捨我會得嘛 對或我努力才會有收穫 這就是努力的過程 我們怎麼可以收人家的好 或收人家的愛 然後不回饋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拿捏的問題 自我感覺一定要良好 沒錯 我覺得自我感覺良好的人 才能夠有自信 我覺得生活也是拿捏的問題 就好像我其實覺得說 有孩子啊有家庭 其實我也沒有說真正的去犧牲掉 我不願意犧牲的部分 時間是一定要投資的 但是你最重要的人生價值觀或什麼 你沒有必要捐出去吧 好 這個很重要 不要把自己的價值觀什麼都給捐獻出去 你的自我很重要 我們來看第一名 是哪個星座呢 不是雙魚是天秤 天秤座的重點在於重視同性還是異性 如果他重視異性 那他就很需要一個伴侶 如果重視同性的話呢 那他就是一個很多朋友 然後一天到晚在忙朋友的事的人 天秤重視朋友問題是 差別 這個同性異性差別很大 重視 我看一下 重視同性就是你是朋友中的好咖 但如果重視異性呢 你的同性緣可能就不如怎麼樣了 甚至有點差 因為你會意識到自己美麗的外表 有多吸引人 你就是那種很愛美的類型 然後這一型不能允許自己被忽視 所以不夠他 只要不夠注意的他都會激起鬥志 更弱 更弱有似無的一下子勾勾手一下搭搭肩 主動出擊讓男生心癢癢的 也就是說他是美麗的公主型 這一型我想到觀之靈 他是喔 他是天秤座 你看他現在還是很美啊 其實美是一種重要任務耶 就也許我們不是天仙美女 但是不要讓自己整個人太醜 沒錯 不要講太醜啦 可以了啦 你還嫌太醜 對 就是不要 我是很後面才意識到 我雖然認識你的時候 有減肥成功對不對 但是那個時候我覺得減肥是一個工作 我是在執行一個任務 然後那之後我恢復了我的本性 我就開始又把自己吃回來了 因為你不演戲了嘛 不演戲 其實你是屬於自製力比較薄弱的類型 你又一針見邪了 對 我沒有自製力 你一定要在這個 對 而且我記得你那時候為什麼要減肥了 因為那個節目的最後你要昏倒 然後有男主角要把你抱起來 如果太重他抱不動 我老實告訴你 我為了那一幕 我的確有在減肥 我知道 我有少吃 因為男主角是靈尾嘛 我知道 雖然他可以抱起很重的 但是呢 我如果讓靈尾手托舊 還得了 對 沒錯 對 人家會對台灣女生印象很差 其實你還是有自製力 只是當那個舞台效果不在之後 有某些東西 魔鬼的誘惑比他更大 必須要有大帥哥 我才會有自製力 好 這就是我們 那我覺得雙魚座我們來提一下 雙魚座剛剛沒有在榜單上 有可能 對 他不能沒有男人的女人 我覺得他們是不能沒有玩具的女人 尤其是這一款 就是已經很厲害 很愛自己的 然後把自己打理得很好的雙魚 我覺得男人只是他的周邊配備 而且說真的 這一款雙魚座 他要的那個男人 說不定地位也不用高 比如說司機保鏢 對 有人陪就好 有人陪就好 對 所以這不是他的男人 但是我蠻怕 這是他的名牌包 對 我蠻怕跟雙魚座談愛情 如果他要失戀的話 你就不要勸他 讓他哭得死去活來好了 因為他不會停的 是的 讓他在他的劇情裡面 好好的演就好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今天要推薦的電影 跟我們兩個穿的衣服有關係 是你吧 這是一個鬼騙的吧 什麼意思 對啊 我這是玫瑰色 我是龜色 我這不是紅衣啊 你這是紅衣 我不是 你是 不是 來看一下 周小姐 我是社工設立書分 昨天是我跟你下山 你記得你為什麼會在山上的醫院嗎 是我山上的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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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醫院已經忘了 十五年了 你說那座山頭上面 那座山頭上的醫院 那座山頭上的醫院 就是你的地方 失蹤人員 李雅婷 最後被拍攝到的地點 是在山恩醫院的登山口 你說雅婷被關在姐姐裡 是什麼意思 我就在這裡 那些怪物 我利用你的心魔 間隔一個循環的世界 我那天看見她 誰 好微笑女啊 你回來 李雅琳 回來 回來 沒有 好好看喔 我覺得好好看喔 因為我裡面好幾個場景 我都很親切 像龍少華出來的時候 有沒有 還有裡面那個 都很台灣的 你相信我這輩子 不看鬼片嗎 沒有 你連安娜貝爾 什麼利音 不知道不知道 不了解 對 因為我覺得你活得好好的 為什麼要嚇自己不能睡覺 對我而言以前有一部片叫 《靈異第六感》有沒有 對我而言那都是鬼片呢 嚇了我兩個月啊 我心裡 我後來一直告訴我自己 我又沒做虧心事 我為什麼那麼怕鬼來抓我 好 我跟你講為什麼好不好 為什麼 好難度大 不是喔 真的嗎 沒事嘛 為什麼要嚇自己呢 我們看一些 蝙蝠俠蜘蛛人 那種除惡物盡的 不是更好嗎 我告訴你 看鬼片跟吃辣的概念是一樣的 有很多人覺得吃辣很不舒服耶 嘴巴也不舒服 然後胃也很灼燒 可是有的人就會覺得這樣才過癮 坐雲霄飛車也是同樣的概念啊 鬼片 還是說跟看世界末日片一樣 類似 你看了之後你就說 活著好好沒有末日這樣 或者是你經驗了一個刺激 然後是安全的 比如說雲霄飛車也很安全 吃辣其實它能吃它就是安全的 從你講這幾件事 我就可以知道你心理學上 是屬於一個欲望很強的天蠍座 真的喔 那我都表現在食慾上了 對 你有沒有想過 我知道誰 因為我的體重落差可以到40公斤 就是高跟低 40公斤 而且你喜歡過愛恨分明的日子 我是 對 我必須如此 那你不會嗎 所以你才會 我比較不會 所以你到最後 談戀愛談到最後覺得無聊了 不想玩了 是因為再也愛恨不分明 已經了解了 你喜歡玩那個 你到底喜不喜歡我 我好想猜喔 再靠近一點你會怎樣 我越來越不想猜了 所以後來我也失去了一些欲望 因為這個地方沒什麼好猜的 肯定它一定會露出不愛我的樣子 然後我可能對此沒有耐心 我是這一型的 其實你太聰明了 其實你發展事業是對 或多吃點甜點 氣死我了 就在你生了一個女兒的時候 我養了一隻貓 這就是我們兩種女性不一樣的結局 這樣子 好啦 各自辜負的那些年 所以我們不管怎樣 我們一定會都各自辜負了一些年 那你覺得 那姐姐 我們當時在澡堂泡澡 也過了十年下來了 那你覺得我現在這樣算是成功了還是訓 我其實覺得你蠻成功 而且你是不小心成功的 你講得很對 對 因為我也沒有打算要成功 沒錯啊 我本來看你在臉書上 然後對著一個手機在那邊講說 我是唐麗琪 然後來… 根本就是一個無聊單身女的自言自語 可是問題是 你剛好是許多人的偶像 因為大家想像你這樣過日子 對不對 你其實是找已經 我都已經清楚 你吃完甜點之後 已經找不到聊天對象了 你才開始直播 對不對 沒想到你就 給我嚼 咖啡什麼東西打 而且呢 我每次約你出來 你也不要出來 他每次叫他出來幹嘛 他就說出來不想啊 我很懶啊 對啊 所以你的直播事業是你因為懶 沒有男朋友 然後沒事做你才發展出來 沒想到就是一條好 一條還不錯的路 對不對 你應該說你現在比20年前紅很多 對不對 比10年前紅很多 比也紅到了大陸去 其實一切都是因為男女無聊啊 有沒有一份見選 有 所以你沒關係 你就繼續無聊好了 無聊是一條好路對你而言 以後我們還是找愚笨的 或者是不敢跟我講這種話的網紅 不要找太聰明的女人來好嗎 不會 不會 你每次跟我講完話之後 你人生會批變 會批變 對 我會更成功 你記不記得你10年前跟我講完話之後 你去買了一間東區的房子 我想你以後就要靠他養老吧 我現在想買第二間了 那你可以買別的地方嗎 不行啊 我想要買在台北 我還是想買在台北 我知道你已經到處都有了 沒有 我們私下聊 好 我們私下聊 沒關係啦 反正你這麼懶 我只能這麼說 十年前我如果跟隨淡如的腳步 我現在已經不用在這邊做節目了 不要這樣 我們做節目或我們做別的事 人生是需要一些娛樂的嘛 沒有 不是 你給我有錢了 我就不工作了 我不相信 我真的是這種人 我真的不相信你是這種人 因為我們都是間諧做人 好吧 你今天給我一堆錢 我也還是要告訴你 我就是要工作怎麼樣 但是工作就是為了好玩 我就不會這麼累 我的 你現在不是為了好玩嗎 你只有貓要養 我還有孩子要養 說得也是 你現在根本就是錢已經多到滿出來了 唉唷 你不要這麼講喔 沒有 對 你接東西根本不是為了錢 你只是因為無聊 無聊 網路節目真的沒有什麼錢 我來做Yahoo也不是為了錢 我做外景節目也不是為了錢 那是因為你無聊沒有朋友聊天啊 反正在家裡無聊 閒著也閒著 一直吃蛋糕也不對 所以你節目 時間到了嗎 結束了嗎 好啦 這個月份情人 趕快轉一話題 這個月份情人節快到了 你有嗎 我沒有 但是我有工作 加油 8月28號情人節 當天晚上來個直播證明 你沒有情人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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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下 我8月28號我在哪裡 約會嗎 沒有當然不是 不用看了 真的真的來 一片 看我的行程 好好我看 有沒有 8月28號 我 你看 按摩 我約了一個按摩的 約了一個出版社的 不思為一條好路啦 嗯 何必看呢 我就知道 我當天就找一個 也沒有情人的人 來跟我直播 剛按摩完精神很好 你的按摩師 不是 我一定要找一個 也是大名鼎鼎 但是沒有戀人的 男人 女人 這樣才能彰顯我們有多衰啊 一定要這樣 那就不是你嘛 你已經上岸了啊 上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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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啦 好 我們的情人節有一個 我其實憲慕你的無聊 真的 要我過分 討厭死了 好過分喔 好我們來看一下 有一些情人節的活動 像我們這種單身的 或者是你有約會的對象 但你不知道去哪裡玩的 我們有幾個地方介紹給大家 好不好 趕快記下這些資訊 那些都很值得一去喔 來第一個來看哪裡 宜蘭 是不是 記得去那個小熊說法 大稻辰 這不是宜蘭啊 好大稻辰 新北市 你看我水逆 我現在還在水星逆行的時候錄的 好新北市的七夕情人橋 相約新月橋 這個是在新北市的哪裡呢 有看 你如果當天只要捐贈一張 7月或8月的發票 你就可以領宮廟加持過的麻油雞跟油飯一份 你真是吸引貪吃鬼啊 你是不是吸引情人去的啊 真的在情人節很浪漫喔 而且他們有800份 麻油雞 好棒喔 麻油雞跟油飯 吃完了你有情人也沒情人了好不好 接吻都有麻油味好不好 可是我知道你喜歡這個提議很好 是的 那活動時間是8月26號 星期六的六點 正好是吃飯時間 那再來第二個 這個是大稻辰的 大稻辰的音樂季 還有煙火節 8月也是26號 因為26號是禮拜六嘛 當天有演唱會 有四葉草金智娟 跟Mazuka 還有中校界等等藝人的演唱 還有璀璨的煙火秀 而且免費入場 下午4點在延平和平公園 但3號到5號的水門 可以一起參與 這是台北市的 那剛剛那個是新北市的新樂橋 接下來看宜蘭 宜蘭人呢 可以去宜蘭的豆腐霞音樂節 時間也是26號 但是會延續到28號 晚上的5點到半夜 將會有星光音樂會七夕雀橋 還有星光電影院 還有愛之船等等活動 豆腐夾在南方澳 是的 當然來到蘇澳吃喝玩樂 一定是不能錯過的 我記得你在那邊也有民宿 已經關掉了 關掉了嗎 因為你有一陣子還開著的時候常去 被我賣掉了 你會換來換去我知道 你現在是房地產大喝 不要這樣 然後呢 8月5號到28號呢 你只要出示情人節優惠護照 這當然 這個優惠護照 你去看一下申請辦法 能夠品嘗到在地特色美食 深度的暢游蘇澳 蘇澳不錯 現在也有五星飯店在那邊 來 台中人要去哪裡呢 好馬拉松 是的 半城馬拉松 在浪漫情人橋 星光半城馬拉松 這個呢 我如果有男朋友 你帶我去跑半城馬拉松 我會跟你翻臉 其實你不用講大家都知道 是的 你給我一個蛋糕比較實在 但是呢 如果你們是愛運動的 喜歡跑馬拉松的 那你們就可以去 從情人橋起點出發 夕陽西下的時候呢 你們就可以輕輕地 邁開腳步 跑步在美麗的夜空中 情人組完賽後 將頒發一人一張 情人跑完正名 還有新型的鑰匙獎牌 見證你們堅真的愛情 了不起了 怎麼個見證法呢 就是當你跑得 不成人形的時候 他還愛你 你知道我去年 跑完全馬 42公里嗎 我知道啊 我覺得你好恐怖喔 那不然我們來 你還跑情人街馬拉松 我陪你 唉唷 你是說在我按摩完以後嗎 我才不幹呢 我才剛按摩完 然後這個台中在哪裡咧 8月26號一樣 是禮拜六 下午的4點45到晚上9點50 在台中的大坑 景弦路段浪漫情人橋這裡 好 台南的朋友 來 也有一個活動 七夕愛情加年華 其實我覺得我們台灣人 真的滿浪漫的 現在沒事幹 常會辦活動 走法 我覺得你講這句話 就充滿了一種忌妒 我沒有 這些辦活動的人 好有愛心喔 好 這個愛情城市美稱的台南呢 將於8月份舉行七夕愛情加年華 推出一系列的活動 有愛情展覽 遇見愛情 遇見幸福自由行 音樂饗宴市集 還有月老點心宴 最特別的是呢 今年首度攜手月老廟還有飯店 還有觀光工廠等等 開發了月老特色商品 所以如果你相信你領了這些東西 很喜氣 會帶來運氣的話 不妨來一下喔 因為還有南昆森廟月老加持的月老鑰匙圈 跟金玉良緣 金玉良緣必勝貢品 好台灣特色喔 這感覺很麻油雞 真的很麻油雞 很在地文化 非常豐厚 如果你覺得吃貢品 增加你的愛情 時間 活動時間是8月5號 到8月28號 地點在台南市 好囉 所以北中南都各有很多很多的情人節活動 非常的棒喔 那你在按摩 我在按摩 我是北部人 OK 好不好 OK 謝謝戴如姐 謝謝謝謝 謝謝你 我希望所有鏡頭前面的所有人 你想單身就學我 認真工作 沒有情人的可以看各自辜負的那些年情人節 對呀 你其實看完之後 你就會發現人生的真相是什麼了 還有 那你想好好的在婚姻裡面 就學學淡如的智慧 就是不用 回憶一下剛剛那一番話 不要要求太多 對 不要試圖改變對方 對 個型歧視 然後以及保有自己 因為你說個型歧視嘛 對 好啦 希望大家都有學到 我們這兩個 老天蝎女給你的智慧喔 好啦 謝謝大家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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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們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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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